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咱们得谈个硬事了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峰会 这一条消息 美国情报机构旗下的通信信息侦查 他给出了这么一组数据 在现在的德国 德国的4G设备 57%是华为的 然后呢 德国的5G设备 59%来自中国 谁占大头 一目了然 今天呢 在这个政治内幕 欧洲政治内幕 这一看这政治内幕就political political 欧洲新闻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慕尼黑峰会设置华为设备 彰显德美关系的痛点 是这么一说的 他说呀 在这个慕尼黑峰会的现场啊 所用的通信设备 全部由华为来提供啊 说华为这个 这个充满争议的来自中国的 跟中国政府呢 有分不清关系的这么一个企业啊 说呢 在这个峰会里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然后多数党领袖舒默 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归成像 反中委员会主席麦杰勒格 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沃尼 加上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以及德国总理 法国总统 几百个全球政要 在这开会的这么一个现场 整个现场的通信设备啊 通信设备是由华为来提供的 你说这个事讽刺不讽刺 你说这个事有意思不有意思 你说你德国吧 你表面上你不是说 哎我不用华为设备了 华为设备有安全隐患 就像德国的一个民主党的 哎德国的这个自由党的 这个案的这一个议员 他这么说的 他说呀 华为5G设备啊 他他有安全隐患 过度依赖 我们有不可估量的损失 然后他不仅威胁了德国 还威胁了欧洲 其实吧 这个议员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就暗号 就是你看我安装了 我希望你们也安装 这就是暗号 这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美国呢 是这么看的 美国有专家说 专家说了 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言外之意呢 就是他不符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 更有善者呢 是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就是说什么呢 德国呢 表面上你不是说吗 你不用华为了啊 华为有安全隐患 但另外一边 你这叫个什么玩意儿 所以有时候吧 咱做人呢 得厚道啊 咱做人得厚道 咱做人呢 得实在 咱不能就说欺负老实人 你看这么明显 欺负老实人吗 你明显就是说 跟跟你的 跟你的好朋友过不去吗 你跟你的好朋友过不去呢 最后不就是这个情况 情况吗 所以美国这个标题啊 他不说吗 哎 我的政要都来了 然后呢 你在我的眼皮底下 我们大家一块开会 用的是华为的 干嘛呀 你欺负人呢 是不是 对呢 后边他给了个结论 他个结论是什么 这么说的 说欢迎来到慕尼黑安全峰会 可是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这就是美国最后给出的结论 大野猫怎么认为啊 这个事还用说吗 这个事还用说吗 这个事不是很一目了然吗 所以呢 有人说呀 这德国呀 这些国家呢 太天真 太傻 让那裸官 风德莱恩呢 给折腾的 现在已经成了那什么了 成了美国的附庸了 是 德国现在这国家主权呢 也不怎么完善 欧洲这些国家的主权呢 也经常叫美国侵犯 但是人家欧洲人不傻 人家欧洲人明白 欧洲人明白你美国想干什么 所以呢 表面上应付一下 私底下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指责我 那我就说那行了 那我私营企业干的了 我约束不了私营企业 咱们都是自由市场吗 你说你自由市场 我说我自由市场 行不 我政府怎么说 你私营企业我管不着 无所谓 他们想安装什么 安装什么 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德国 像德国电信 法国电信 在这整个欧洲呢 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的 你国有的这玩意就没办法 你国有的怎么回事 但这个事呢 也说明问题的 说明啥问题呢 就是说 欧洲人明白美国人想干什么 表面上我可以敢怒不敢言 表面上我不想搏你面子 但是实际上 我想做的东西你别拦着 就意思啥呢 首先你看美国指责德国 说什么呢 说你太不重视盟友关系了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但是 但是德国这么说的 德国你看用了59%的 来自中国的设备 来自中国的设备哪来的 谁知道呢 管子哪来的 反正来自中国的就行了 来自中国59%就已经不错了 为什么 我没给你变成95% 我也得给我欧洲人面子 爱立信和这个诺基亚 毕竟他是我欧洲的孩子 我得照顾他点 不能全用上 知道吧 不能全用上 你美国呢 就惨点嘛 而且还这里 这个信息呢 就更明显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干了什么 你别以为 不知道干了什么 比如说 棱静门事件 当年的棱静门事件 咱是盟友啊 你对我做的那点事 你别以为不知道 你说华为有安全隐患 只不过华为 他走了自己 那条道路 他走自己那条道路呢 他没跟你 搞什么监听 搞什么后门 他有他的东西 那他有他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呢 你呢 我用你的我安全了 我用你 你不照样监视我吗 你跟华为过不去 是因为华为 不想加入到你的系统里 跟他的设备 安全隐患 有什么关系 这些东西 我门清 但我不想博你面子 我真不想博你面子 博你面子没意思 知道吧 咱哪说哪了 棱静门这是一个 乌克兰战争 不另外一个吗 你表面上民主人权 咱们都大家好 哎 共维护着共同利益 维护着共同价值观 但是你说维护共同价值观 那实际利益呢 实际利益最后你打压的还是我吗 我德国大量的企业 被迫的跑到你美国去投资 到底是怎么搞的 到底怎么搞的 然后你现在还说 说呢 我应该跟中国脱钩 我应该跟中国 做切割 然后你说我跟中国的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太大了 去年翻两倍 到底怎么搞的 你指责我 那你呢 你不照样冲中国买东西吗 另外还有一点 你为什么让我跟他脱钩 然后你去跟人挂钩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冲在前边 哎 我打着民主 斗士人权 人权卫士的旗号 到时候我得一奖状 说哎 我是民主斗士了 哎 我的人到处到你美国去 说你看我是民主斗士 你得尊重我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还是怎么着 哎 我成民主斗士了 我倒是成傻子了 然后你把我东西抢走 是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利益你都得 实际利益你都拿着 然后一点也不给我 然后还有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你对我 你对我的企业的打压 你对我人员的抓捕 你对我企业的罚款 包括这阿尔斯通 包括西门子 都叫你给罚过吗 怎么回事 这都是啊 哎 我是你盟友 你缺钱了 我成你提款机了 是不是 我成你提款机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中欧投资协议 你整出一个那叫什么新疆 什么集中营啊 所谓集中营啊 所谓什么种族灭绝 你以为我不知道新疆咋回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新疆咋回事 全世界都知道新疆咋回事 表面上陪你演演戏 可以随便 随便 但是你 我帮你制裁了人家中国 然后到最后我被制裁了 你你什么都 你什么都不说 你把我顶到前面去 你把我顶到前面去 最后让我去跟你一块 制裁新疆的东西 制裁完之后 我损失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损失啊 还有你不用说 这北溪这个事 北溪这个事 谁都知道是谁干的 但只不过不说罢了 可能说是不敢说 可能说是不怎么着 对不对 那你做了这些事 你有你的利益 你没有我 但是呢 你让我表面上 你让我去顶钢 你让我去顶钢 你让我去 去踩地雷 你让我去钻这个陷阱 是不是 钻完了之后 你好过去 你好从我的身上过去 过去让你得利益 是不是你美国想干这种事 你美国想干这种事 那我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很正常 我明白你美国想干什么 只不过我不说罢了 只不过不说罢了 我明白你想干什么 我也是 你看这 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 美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天真 美国人认为什么呢 美国人认为啊 我有我强大的美元 我有我的制裁 我有我这套规矩 你必须遵守 你不遵守我整死你 你不遵守 但是我这么跟你说 你制裁这个事 如果美国人懂得点历史的话 欧洲中世纪 罗马教皇 就是罗马教宗 就是梵蒂冈这个 包括那个东正教 那个东正教军师坦丁堡 这个他都会有一个 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 就是我断绝你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叫excommunication 我不再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与你对话 这个其实跟现在那种制裁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教皇 无论是教皇 还是大牧手 都知道这个 都知道这个规则 这个东西可以用 杀鸡警猴 用一次两次罢了 你别经常用 这个东西你经常用 最后就失效了 最后就失效了 最后人就不陪你玩了 人家不陪你玩了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这个东西 而且你不能利用它 你利用它利用太狠了 比如说你经常发这种赎罪卷 你发这种赎罪卷 最后就是宗教改革 最后就是新教 跟你分庭抗礼 然后你失去整个欧洲 你失去整个欧洲的控制 那最后你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最后你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国家要有国家的主权 而免除的是什么 消灭的是什么 教皇的教权 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 现在你美国你也干这种事 现在你美国你就随便制裁 你也随便罚款 你把我当成提款机了 你把我当成你的摇钱术了 那就对不起 那你对不起你了 我表面上可以说咱们是盟友 咱们答应你 那就是表面上的 实际上我怎么做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管不着 你管不着 如果你想管 那就去你奶奶的 明白啥意思不 这是表面上 还有一点 就是你美国 想让我排除华为和中兴 可以 你可以排除 但是你得提供给我设备 你要是不提供给我设备 你让我去排除 然后我得不到这种 这个设备 我得不到这个设备 这个技术所带来的红利 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 当年二战的时候 二战结束的时候 我可以依附于你 我可以听你的 为什么 柏林危机 看上没有 柏林危机 强大的盟邦 你有钱 你有势力 你有食品 你有东西 我能得到 我能得到红利 你能给我benefit 那可以 我可以跟你 我可以跟你 苏联对我的威胁太大了 你那什么 我可以跟你 现在呢 现在你工业凋敝 最近你那个铁路出现了一个烂七八道事 一天平均三次 你这火车出轨 你这个基建 完全的年久失修 你这个系统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 你自己5G设备生产不出来 然后你想给人家下半子 下半子让人家不发展 然后最后你发展上去 凭什么 你这点小把戏 大家都能看明白 如果你能给我提供发展的机遇 我可以不用中国 如果你能给我提供好的5G设备 超过华为的 我可以不用中国 真的 我可以不用中国的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你美国提供不了 你美国提供不了 那你就别说我不客气了 不有那么句话吗 没那么大屁股 就别穿那么大裤衩子 啥意思 你没了两下子 你就别嘚瑟 没了两下子 别嘚瑟 表面说一说 华为有安全隐患 我附和两句 华为有安全隐患 行了 结束 结束 该怎么玩怎么玩 然后呢 背后呢 该安装就安装 我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也有我的利益 我的人也要吃饭 我的人也要活着 我的人也要发展 不是说 我让你发展 让我自己不发展 凭什么 凭什么 我也是主权国家 就这么简单 人德国 人做到了这一步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东西就别查 你一查什么荷兰 法国的比例 十是英国 可能大家都在做这种事 所以美国呢 最好在这个问题上 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结束了 59%够给你面子了 如果实在不行 95% 你说你干不干 就这么个结果 所以美国呢 现在在这个华为设备的底下 用华为的设备 进行全球的通信 搞什么慕尼黑安全峰会 然后用华为的设备 列强在开会 华为提供通信 行了 挺好的 不错 大家怎么认为呢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 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 没订阅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